人标题最美的时光高空挑战探讨亲子关系无尊 这是很好的机会信任 是一切亲密关系建立的基石 对于亲子关系而言 正是如此 本周五晚 11月30日 2200 一场特别的亲子运动会 在江苏卫视大行亲子待继 相处真人秀最美的时光中上演 高难度项目高抬平衡目挑战无尊 向左 龚碧亭 刘伟 孙伟的勇气 更促进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信任和了解 每次我想更懂你 我们却更有距离 是不是都用错言语 也用错了表情 正如歌曲 我想更懂你钟唱的 在中国式亲子关系里 父母与子女之间 似乎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以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关系 被独特视角 最美的时光 引导明星嘉宾和观众 去反思自己跟父母相处的模式 从而更加珍惜跟父母相处的时间 当时光美术的集体生活开启 与亲子关系相关的一切自然发生着 第二期节目探讨的一大话题就是信任 为促进五祖家庭亲子关系的信任和了解 也曾进家庭之间的熟悉度 最美的时光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亲子运动会 其中第一个项目就是难度极高的高台平衡目项目 一并小高层的楼顶 设置一块玄红的平衡目 要求明星子女在配备安全防护措施下 根据父母给出的指令蒙眼王板平衡目 用时最短者获胜 如此具有挑战的项目 由父母决定子女是否参与 一旦父母做出选择 子女必须服从 我儿子没问题 除了向太队向左信心满满 其他四位家长都很纠结 刘维妈妈最焦虑 她从小就害怕高空 坐观光电梯都不敢往下看 我一定不能让儿子参与这个项目 面对挑战 父母是选择接受还是放弃 蒙眼挑战过程中 孩子们能否百分百信任父母 在高台平衡目的挑战中 有太多的意想不到发生 它会让你紧张 刺激 腿发展 又会在感悟中有所收获 正如无罪的感叹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去证明我们对父母的信任